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用每秒五厘米的速度 结束燦烂又短暂的生命 櫻花可以骄傲地说我活过, 那我呢? 离开是希望得到新的开始 当英雄醉烈的时候踏上日本东北 从国境之南走到太阳之东 在宫城, 我寻找幸福 在花香占据了百分之九十臭角的日和山 我遇上了零点零三米的幸福 在一家明治时代的小学上 我尝到一个封存了一百二十年的便当 幸福原来是这样的味道 在山形, 我明白坚持 在一波凝固了一千二百年的九寶英身上 日落不倒的她, 仍然春莺悶开 一个八十六岁的婆婆, 风雨不改感 每天踏上千级石梯 为旅客作免费道友 她的坚持又为了什么呢? 在岩手, 我得到快乐 为了寻找传说中的河童 我去到她的故乡 在幻想的国度中, 回归纯真 我还在一家农家民宿里 和一家四代十六口 吃了一餐笑不停的自家饭 在精心, 我抱拥希望 九位二十年的四月雪 令初来报到的我 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奥妙 认识清心是因为苹果 如果一个苹果代表一个希望的话 我希望可以拥有一棵苹果树 将希望和朋友分享 在秋田, 我懂得珍惜 在深山之中 偶遇和大自然最接近的温泉鼻汤 原来拿着雨来浸温泉都很浪漫 在满载传说的湖边 碰上日吹漸小的秋田犬 一期一会, 原来是缘分加珍惜 福岛令我学会分享 遇上人生中第一场櫻吹雪 櫻花好像雪般飘落 那一刻, 我很想有个人在身边 和我一起分享 平行的路轨上面 满出黑烟的蒸汽小火车 不同梦想的旅客 分享着同一个怀旧车厢 在新色, 我知道了感恩 高空上看到花海中的爱 走入花海的迷宮 完全投入大自然的美丽国道 很美 坐上一架满载历史的汽车 走入满山满地都是杜田的小路 感觉很捨异 可以的话, 我想想时间停下来 原来一个人去旅行 也可以很开心、很幸福 这一切的日本东北幸福收集之旅 就由功成开始 好久没有坐巴士了 对于坐巴士的印象 还是停留在入行之前 在仙台市的主义车路上 接下来, 同时的先生 是… 今次是尖台坐巴士 借着艺人的形象 很压力、很捨异 看出窗外 眼前的景物也很新鲜、很吸引 令我明白到 坐巴士也是一种享受 一种重複 一小时的车程 十一个仙台著名的景点 无限的自由 收费250日圆 真的很满足 日本的春天 是櫻花盛开的季节 在工程最具思议的地方 日和山 整个山头 都染影在粉红色的櫻花之下 变成了一个以利的梦 櫻花很短暂 有珍惜现在 寄思未来的意思 在櫻花盛开的日子 日本人都会和自身的好友 来到櫻花树下赏櫻 不经意地展示出一个又一个的 幸福场景 在櫻花树下赏櫻 是最浪漫的 原来是真的 两个人能够在亲爱的祝福下 踏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真的很幸福 不知我的幸福又会何时出现呢? 幸福对我来说有很多阶段 其中一个阶段就是学生时代 一班人可以毫无畸心地 一起玩、一起吃 无忧无虑 今天遇到这班日本的学生 让我重拾读书时期的幸福感觉 櫻花, 只看春天离开 似乎是要为一年的开始 添上开心灿烂的色彩 东北的春天真是很多櫻花 除了櫻花之外, 还有很多麻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麻? 还打扮得这么漂亮 难道他们来参加选美 还是跟櫻花比较漂亮呢? 原来他们来参加 玩麻竞技大赛 大青组, 一家人 大大小小地来八位看比赛 就像嘉年华会一样 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日本人 对节日和家庭的重视 每年四月下旬 几十只冬间马 都会来到冲谷丁这里比赛斗大力 当然最大力的那只就是冠军 用59年历史的玩麻比赛 是东北地区一连一度的城市 人和麻都为了获取最高的荣誉 而在赛道上努力拼搏 看到大家全程投入在比赛当中 毫不松懈的表情 真的令我很感动 能够参加这场嘉年华 真的很幸运 离开冲谷丁的路上 看到很多小木工 天木工工究竟是代表什么呢? 在春日阳光下 来到一个传统的庭院 在这里停下的原因 是会品上一碗日式抹茶 有人说能吃苦的人才是有福的人 不知道日本的茶道是否有这个意思呢? 茶的味道虽然有点苦澀 但是令人回味 能够是一个这么典牙的庭院品茶 已经很幸福 想不到幸福的事可以诚意 是什么意思呢? 丹治料理 是一种用木製 涂七衣柜来承载食物的高级料理 听说是古时将军才能吃的 这么多食物 难道以前将军真的吃这么多食物? 我想我吃不完 我挑战一下食量 吃饭 好吃 真的吗? 你妈妈看见还是骂 如何把食物放在桂桶呢? 但是这里是特色 就有萝卜吃的 不知道将军的幸福 是来自他拥有的权力 敢依辱食 还是保护人民 免受侵扰的那份承担呢? 我都明白 为什么将军吃这么多食物 一来太好吃了 二来吃饭才可以打仗 好,先吃饭一点 每次来日本,我都会特意坐电车 因为我很喜欢坐在电车上那种 懒洋洋的感觉 在毫无准备之下 化妆蒙面超人秘密战队的电车 送了我去一个叫做石卷的地方 做石卷市 有漫画城市的称号 因为这里到处 都有著名漫画家 石之心张太郎的作品 有車站的門好 已經感受到很容易的漫畫氣氛 一出車站, 已經有很多漫畫人物像 跟著他們走, 又會去到哪裏呢 這裏就是神社? 怎麼這麼小呢? 進去做吧 連漫畫都有宣言, 都有一種態度 原來漫畫並不是我們想像中 那麼簡單、那麼平凡 每個人的童年都有漫畫在身邊 因為所有古怪的年頭 都有漫畫朋友幫我們滿足 純真, 會不會是一種幸福呢? 小時候已經很喜歡看卡通片和漫畫 覺得漫畫裡的人物角色黑白分明 現在見回小時候看的漫畫人物 都會覺得很有親切感 一個 小王, 別來了 你好… 那是童年時候 很有趣 以後, 石上先生的漫畫世界 都可以體驗 不可能是這個童年過來的 不可能是這個童年過來的 這塊? 這是什麼? 這間屋真是…很舊 這麼多個不同的漫畫家住在這裡 不知我小時候喜歡看叮當 那位作者是否住在這間房間呢? 這麼亂的 又這麼黑 其實他們應該以前也挺慘的 挺辛苦的 我沒有交電費 那不然怎麼這麼黑的呢? 一幅真即是漫畫 十萬日圓即是七千多港幣 不過不知香港漫畫家 一幅真值有多少錢呢? 其實我自己都是畫畫的 不知道我的真值值多少錢呢? 七元? 七百元? 其實我不是建業的 我只會做到 我很愛意 但我們就會鐵琅 你可能會刪成 你可能會刪成 你會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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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思慪, 想要想要你 你會刪成 對牠們來說應該是一件幸福的事 原來以前是看卡通片的 石卷 石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Vinicius 你回答平时 你回答很惨 看着你去回答 你回答我了, 你回答好 马里面配空一份 在宫城苑, 有很多温泉香 今次选择来明子温泉 是因為有很多人告訴我 這裡是東北木公仔的發源地 原來木公仔是代表幸福 在這條佈滿幸福的路上 哪裡才可以親手做一個 屬於自己幸福的木公仔呢? 連電話亭也做了木公仔 挺有心思的 在我看木公仔的時候 竟然有位婆婆告訴我 有個地方可以讓我親手做木公仔 這麼大隻木公仔, 就在這裡了 在木公仔館裡 擺放了很多木公仔, 有七千個 聽說, 木公仔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 最初是因為東北地區的父母 沒有錢買玩具給子女 她們利用當地盛產的樹木 做出一個又一個 盛載著父母關愛的木公仔 原來幸福是因為知道 有人仍然愛自己 木公仔看起來很簡單 原來製造過程也很講解技巧 做好了公仔的外形 之後就要幫公仔注入靈魂 即是畫上公仔的樣子出來 面前這位佐藤伯伯, 已經69歲 他做了木公仔已經50年 這麼多年來, 無數的幸福 就由他粗造的商壽送上 我跟著伯伯的指示 慢慢地為我的木公仔 畫出五官和花紋 一筆一筆, 很小心地畫 希望可以畫出一個善良可愛的木公仔 留給我將來的子女 終於完成了我的木公仔, 真是很開心 好 然後這樣 稍微等一等 有聲音 這裡 在木公仔館這裡竟然有一個巨型的許願公仔 讓我先寫一個願望 我的願望是希望每個人都幸福快樂 做這個木公仔 令我明白到幸福是要慢慢建構 不能刻意地經營出來 如果曬了錯失, 就很容易有裂痕 我會不會覺得… 我會覺得… 回到明子溫泉鄉 我沒第一時間去浸溫泉 因為有一個衝動 想在溫泉街上逛逛 感受一下溫泉鄉的寧靜 溫泉源頭這麼近酒店第一次見 還有很大陣的硫磺味 聽說, 日本中共有十一種溫泉水 而在明子溫泉這裡就擁有九種 當酒店裡的人都享受溫泉閒息的時候 原來背後是有個人很努力地為大家 控制泉水的溫度和水量 這個人就叫做湯手 原來是1號原船、2號原船、3號原船 3號原船 有3號原船 在這個色彩上是活躍的 所以, 怎麼會變成變化 我完全沒有預測 沒法做得到 不可思議 想不到溫泉的源頭都有生命 而我今天所浸的泉水 就像綠茶一樣的青綠色 用黃色魚肉的生綠製成的肉條 我自己覺得自己好像可以做的 第一次在鏡頭面前浸溫泉 對我來說也算是一個突破 因為我一直都不太接受到 在人家面前穿得那麼少 而這次我能夠打破這個自我規範 原來也是一種幸福 源頭只為幸福牽動三條 完全幸福情 情緒端年華笑 珍惜變不敢覺笑 我永遠只為幸福 任意 我能夠愛你